不過現在來追究事發的源頭 究竟為什麼民眾要在11號來包圍警局 因為先前有消息指出 是在驅離公投盟成員之後 方養寧到市議會質詢表示 會廢止公投盟的集會遊行權 因此引發群眾不滿 我們也拍到了當天在質詢的畫面 真的是如此嗎 但您還原當天事發結果 方養寧真如抗議民眾所指控 當著議員面也敢嗆 將永遠廢止公投盟集遊權 就算違憲也要做 來 我們就找來當天質詢錄影還原真相 方養寧竟然凌駕於國家的法律之上 凌駕於大法官之上 可以一個人決定 你方養寧依據的是什麼 這就是警察暴力 這就是國家暴力 這就是違法濫權 是你方養寧一個人決定的 議員這沒有所謂一肩扛起 該我負責責任我就絕不回避 哪怕被綠營議員輪流質詢 轟得混頭轉向 但聽清楚了 面對違憲質疑 方養寧僅表示 沒有所謂一肩扛起 我的責任我就絕不回避 而最關鍵的 就算違憲也要做 這句話 整整30分鐘質詢 完全沒聽到 另外 對外接林指控 說他會承諾錯採線 同樣轉來當天畫面 開始動作前 當天凌晨 他給的承諾 其實是這樣 目前我們還是採取 柔性勸禮的一個勤務作為 在天亮之前都不會有 跟我們繼續去 是 當天勸禮行動 開始時間是在清晨6點40分 這算清晨前 還清晨後呢 方養寧有沒有違法 外界有解讀 介台北綜合報導